各位男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眼前这一颗蝴蝶蓝的名字是Phalenopsis Sweet Memory Leodoro 甜蜜回忆 它曾经多次出现在我的视频当中 去年差不多也是这个时候我做过一个关于水培蝴蝶蓝的视频 当时我给了三颗蓝花作为例子,这就是其中一颗 后来春天的时候,它开了非常多的花 我又给大家做过一个视频 如果你们想看它开花的盛况的话 可以点击右上角 那今天呢,我给大家看这颗蝴蝶蓝 是因为它的状况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根不太好 花后不久,它就遭受了红蜘蛛的侵袭 我给它用了杀虫剂之后 它长出了一个花杆 但是呢,却并没有长花芽 而是长出了一个Caky 当然了,我并不介意 Leodoro也是经常容易长Caky的一种蝴蝶蓝 前不久它又接连掉了两片最下面的叶子 这才真正引起我的重视 我看了一下它的根 发现呢,很多都已经完全烂掉了 然后即便没有烂掉的状况 似乎也并不是很好 大家看一下 它的根上面好像布满了水里面的矿物质 或者是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大概是煤斑吧,发黑 反正呢,状况不是很好 所以呢,我就新生了一个想法 我就想要把它重新种到植料里面 具体来说呢,是种到树皮和水苔的混合物里面 因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最可信赖的植料 而且呢,它不仅是掉叶子 而且两根老花杆也接连变黄 这是其中一根 然后这边,这里还有一根 本来也已经几乎全部变黄了 我刚把它剪掉 所以呢,现在看来 我把它换盆已经刻不容缓 那把它种到植料里面之前呢 我有必要先对它的根进行清理 把所有烂掉的 或者快要烂掉的根全部剪掉 那现在呢,我就已经把它的烂根全部剪掉了 剩下的这些根看上去 虽然也不怎么样 但应该都还是活着的 而且呢,有一部分老根上面现在冒出了新的根间 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呢 那给它换植料应该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时间 虽然呢,它剪掉了不少的烂根 但是它现在还有不少根 所以我觉得它的生命应该没有危险 然后呢,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给它充足的阳光 我想呢,它应该很快会长出鲜绿色的新根来 那现在呢,你看到的就是换好盆以后的样子 我用的是,主要是树皮 加了一点水苔 这边呢,我放了几个发泡胶 做支撑吧 那我暂时没有那么多树皮了 现在刚刚淋过水线呢 它现在还在滴水 那里面就是这个样子 我想呢,接下来它应该会长得更好一些 不是说我不喜欢水培 而是说我觉得长期水培呢 需要一定的条件 比如说水里面的矿物不能太多 那比如说你用雨水的话 就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另外呢,就是你所在的环境 然后温度 尤其是要能够保证 阳光要能够保证 否则就和种在植料里面一样 时间长了不换植料的话 蓝花的根就会开始慢慢烂掉 好,这就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谢谢观看 我们下次再见 Bye